我最近发现 好像还蛮多新听众 在听节目的 不晓得大家都是 什么时候或是几点在收听呢 如果大家愿意跟我分享的话呢 可以在Instagram Bonnie's Talk 私讯留言让我知道 或者是Apple Podcast 收听的朋友也可以到 评论给我们留言 然后给我们五颗心 那节目就正式开始咯 生活品位需要累积学习 感情也是 我们与他人的关系 几乎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 喜怒哀乐的全部 尤其是生命中的重要他人 像是原生家庭啊 伴侣 亲子 以及成年后 占了我们多数时间的 职场同事关系 这次推广 觉察与沟通 掌握重要关系的相处之道 线上课程 那场上呢 希望Podcaster来分享 最印象深刻的一段 重要关系 来作为课程的一个影子 那我原本看到这个任务的时候 我觉得说 应该蛮多人在讲感情或是爱情的一个故事 然后我就觉得说讲这好像很熟的跟大家一样 可是我后来想想好像没有什么 我好像没有什么原生家庭或者是友情的重大事件 然后还有你可以讲一个起承转合 然后说出一点道理跟心得的 所以我想说好吧 那我就来讲一个过往关系的一个故事 那它其实是一个 是一个很短很小的故事 却是让我在关系结束后 还会回想起来的一件事情 我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呢 希望透过觉察 接纳到学习沟通的方式 来分析我在这个故事里面的感受 还有学习到的事情 希望让大家也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 我曾经呢 交往过一个远距离的女朋友 那因为她不在台湾 所以我们那时候 几乎都是半年见一次 半年见一次 可能是我去找她 她来找我 最后一次见面是 她来参加我大学的毕业典礼 那我们通常 因为久久见一次嘛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去旅行 那一次参加完我的毕业典礼之后 我们就离开台北去旅行 我就带她去山上住个几天 那山上其实吃的选择 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嘛 所以像我们住的这种民宿啊 它基本上就会附早餐啊什么的 那事情就发生在有一天的早上呢 就时间到了 然后 我就说我要去吃早餐 那她就说她想要再睡一下 然后说OK好那你睡 我就下去吃我的早餐 我们那时候是跟民宿的主人约好 因为那个民宿是有人在扮山腰 然后我们 等于说这个主人会开车 接我们到一个定点放下 然后我们可以从那个 圆区的入口慢慢从山腰柱一路逛到 一路往下逛这样子 然后最后可能我们用完餐之后她再接我们回来 所以吃完早餐之后其实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们约定的时间了 所以我们就去那个民宿主人就开车来接我们 所以其实那时候的女朋友她是没有吃到早餐 然后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行程 那果不其然过一阵子之后她就说她肚子饿了 那肚子饿我说好啊那就找个东西吃吧 因为虽然在山上可是毕竟还是算观光区吧 怎么可能没有东西吃呢 那就找了一找 那附近是都没有商店 可是因为她是有观光区 所以就会卖一些观光区的周边啊 甚至冰淇淋什么都有 但是没有就是没有早餐可以吃 那你知道在肚子饿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生气 很容易吵架的 那我就说话啦 我就说 当初是你自己不起来吃早餐的 我有问你要不要吃啊 是你自己不吃的 那既然现在没有东西可以吃 就麻烦你忍到中午我们再吃午餐啰 可是你知道交往过一阵子的情侣 通常都会有一点新丑不救恩的东西可以找 所以她就变成一个导火线 后来我们就吵起来 然后其实那个山上的风景很漂亮 你为什么会记得呢 是因为后来我又跟朋友在就地重游之后发现说 那时候的风景是很漂亮 可是因为太认真在吵架了 没有注意这件事情 我们就在那种步道上 然后就是吵一吵太生气了 所以我们干脆就分道扬镳 就我走我的路 他走他的路 因为他刚好有不同的路线可以走 就我们最后再会合 当下是真的很生气很生气 我不知道对方生不生气 我只是会觉得说 这问题又不是我造成的 而且 而且你每次都喜欢睡到最后一刻的起来 那你本来就应该承担这样的后果 那后来当然可能大家想一想之后 最后就是和好嘛 然后我们就去吃饭 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其实在一起两年多 当然有很多更精彩或是更有趣 或是吵更凶的故事可以分享 那为什么会想讲这个 这个感觉好像没什么的小故事呢 因为他其实是我们最后一次的旅行 然后最后一次的见面 再过四五个月之后 我们就分手了 用网络的方式 因为你知道吗 远距离 所以后来我在回想 这一整个一段关系的时候 我想到这件事情 我就会觉得说 我是不是一个很不体贴 或是一个很不成熟的人 如果再回到那个当下 或者是可以做得更好 或者是不要为了这件事情起冲突 其实大家也知道 最近发生了很多 备欢离合的事情 所以不管是你的伴侣 或者是家人 或者是朋友也好 如果你在未来的情况下 你可以知道说 那是最后一次的见面 或者是最后一次很棒的回忆 你还会选择这样做吗 我们常说四出必有因 情绪的爆发 当然也有它的理由所在 我自己后来在 觉察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要了解自己的情绪 必须先从 觉察开始 先从分析开始 你才能了解说 当下为什么会这样做 那自己有没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之后可以怎么样去做 改进 对于这件早餐的事情 我会把它分成表层跟背后生气的点 那表层的点 当然是有一种 看好戏的心态 那种心态是很 很微妙的 就是 比如说你在跟你相处过 好一阵子的好朋友 或者是家人好 家人蛮常见到这种情况 就是一种 看好戏的心态 比如说 我就跟你说会冷 你自己不穿外套 怪我咯 就是 同样的心态放在这件事情 就是说 看吧 你自己不吃早餐的 怪我咯 你凭什么 把你不愉快的事情 转嫁到我身上 可是 当你 去更深的想这件事情 或者是我背后生气的点 其实 我是真的希望他 恶毒子嘛 或者是 我是真的希望他 不开心嘛 当然不是 我其实觉得 我自己生气的点是 我对于他的需求 我是 无能的 他当然是 相信我 或是他当下 只能依靠我 所以他才会 愿意 把这样的需求 跟我说 希望我可以 协助他 或 拒绝他 那以后在做 遇到相同的情况的时候 我是可以做得更好 或者是 察觉的更远 比如说 事先 事先把 早餐打包起来 然后准备一些 就算他不吃也没有 关系 可能吐司啊什么的 让他可以快速 过敷一下 但你说 也许我真的 是不知道 当下没有 便宜商店 或者是 其他地方可以选择 我觉得有时候 这个就是 经验 或者是 机遇的问题 就我们说 常说的嘛 超前部署 或是 未雨绸缪 所以 下一次 如果你再遇到一个 你可能觉得 相处起来很贴心的人 那你可能要 庆幸 或者是 感谢说 他可能是踩着 别人的尸体 或者是 过往一些 曾经 做的不这么好的事情 一路社会化 成熟过来 其实 人都是从 每一段感情中 去学习成长 不管是伤人 或是被伤害 去培养 同理心 然后换位思考 如果你现在有一个 好伴侣 好朋友 好家人 那要保持一颗 感恩的心 是他过往经历的人事物 让他走到现在的样子 如果没有 也别灰心 试着从自己身上做起 透过 察觉 接纳 到学习沟通 让自己变成一个 更好的自己吧 我们都希望在 每段重要关系中 有和谐 有爱的相处 而有些时候呢 因为种种原因 让我们感到 失落与低潮 由曾经 心理师 开设的这堂课 会从相处模式 解析开始 带你认识 异附模式 最终透过柔软的沟通 来创造 最佳的相处氛围 希望能协助同学 检视目前的 重要关系好坏 了解自己的需求 与过去经验的影响 最后透过非暴力沟通 从失落关系中复原 预计是 10集120分钟的 课程内容 除了Podcast以外 还有图文简报 以及文章重点整理 课程原价2200元 募资特价1400元 输入Barney's Talk 专属折扣码 Barney200 再折200 募资早鸟假 直到5月15 购客传授门就附在 Podcast节目叙述底下啦 最后呢 我想要送给大家 许浩怡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那些越能让我们打开感官 体验爱恨情仇的人 其实是越能放心在他们面前 展开自己内在的人 我们要有所认知 那些成年后所遇到的 亲爱的人 其实是帮着我们内在 慢慢长大的人 祝福大家都可以变成一个 更好的自己 我们下集见 我们下集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